这个乘积这一题 那第一个当然我们就是 可以先建一个新的 module 然后呢把这个 delete 掉 那当然呢我们可以先输入两个 一个是 a 一个是 b 然后呢把 a 跟 b 相乘的结果 print 出来 那就 ok 了 所以 print 的话就 a 乘上 a 乘上 b 那结果呢 当然呢这样的我看一下 这应该是执行一下 特别是 它这个考试有一个缺点 就是 input 后面没有任何的叙述 所以你执行完之后 它不会跳请输入 什么 被乘数 请输入乘数 所以呢你要知道说 其实它执行完就直接输入到这边就对了 这应该是 56 56 一个是 11 Enter 然后结果的话把两个相乘的结果 print 出来 那么 616 好 可是这样的写法 不是 次定函数 所以它关键是说 你要把这个计算的结果怎么样把它 print 出来 而且它也没有讲要 return 我看一下我印象中 这个地方特别强调 return 它说要 compute 然后 x 跟 y 所以它已经跟你讲说 我需要的韩式的名称就在这一个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 control c 或者直接打在这边 所以假设说 你要把它改成 用一个 这个韩式的方式 把它处理 第1个 df 第2个的话 后面给它一个名称 叫 compute x 跟 y 然后一个冒号 然后呢 接下来一样 反正就是把最后的结果 return 所以这边的话你就打一个 return return 什么了 return 的话就是把那个 x 跟 就是 x 跟 y 相乘的结果 把它 return 回来就可以了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 把 x 乘上 y 的结果 把它 return 回来 那 return 回来之后的话 实际上这个的结果就相乘 所以基本上我们 那将来呢 我必须把它 print 把结果 print 出来嘛 所以 这边的话理论上应该要 print 什么东西 就是 把那个 compute 所以如果你要呼吁要它的话 你就是 compute 跟它讲说 我要使用你这个 function 然后呢 我告诉你两个 因为你上面有两个参数嘛 所以我要传两个参数 一个 x 一个 y 那 x 的话我就传 a 给你 够点 那 y 的话我就传 b 给你 OK 所以 输入 56 跟 11 然后我再传过去 它变 x 跟 y 那最后的话 return 的结果 它把计算的结果是 616 所以 return 回来就放在这边 这样子就完成了 OK 大家可以懂那个意思吧 所以其实它关键就是 考你会不会写这个东西啦 会不会建一个 function 然后会不会 return OK 好 好 那接下来 当然我原来上写的方式是这样 就是 return 的话你可以什么 你可以计算完之后 ams 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计算的结果 然后再把 ans 给 return OK 这样也可以啦 只是说多一个变数而已啦 OK 好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执行一下 那这边看一下 56 enter 11 enter 如果得到是 616 那应该就得分了 对 所以如果将来正到考试 考这一题的话 你就写这样子 然后存档 上传 如果绿灯的话 那就 10 分了 OK 就是这样而已 那不难吧 总共拨头才 六行乘四 加起来就是你打这件事啦 应该三分钟内应该就会打完了 好没有 所以如果考试的话 应该大概十几分钟 二十分钟就应该就可以把它完成了啦 OK 如果你熟悉这些题目的话 OK 那至于其他的 这个题目啦 有兴趣同学 可以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刚刚是这个 50 2 题的乘七 那其他的话有什么 次方的计算 差不多意思啦 什么几次方 本来是乘嘛 现在变成乘而已 OK 所以 他这个题目是 14 的三次方 那得到这个结果 那其他还有 预言二次方程式 那你可能要记一下这个 他有提供给你方程式 然后最大光因因素啦 等等的 然后废事数列 那至于废事数列是什么意思 解答上面 我有稍微解释一下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那接下来的话 请各位再看一下 云端的这个讲义 我们直接跳到第五个单元好了 就是因为第四个单元 其实前面都讲蛮多 那个Python怎么转换成VBA的部分 那所以我们今天接着来看 那个第五个单元 那首先的话 请各位稍微了解一下 什么叫做串列 OK 那串列里面呢 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方法 可能要稍微记一下 比如说我们将来 然后重复几个串列啦 或者是说 删除串列 或者要计算呢 这个串列里面 到底有几个 几个元素的这个数量 那也可以用LEN 然后最大 最小值 最大这个也还蛮常用到 还有它第几个索引词 还有它这个里面 里面的哪一个数字出现的次数 Counts 然后比较重要的这个字号 接下来这个方法非常重要 叫Append 这Append的话意思是说 我将来如果说 我要把资料 放进一个串列的话 有点像Excel Excel比较简单 打开直接输入资料 那但是如果在Python里面 你要把资料 放到 这个串列里面储存起来 就是至少你要知道怎么样把资料 放进去这个动作 那放进去的话实际上是Append Append 后面我们会用到这个蛮重要的 其他的话呢 底下还有这些方法啦 不过这些方法大家知道一下 那我们接下来来练习一个就是输入成绩的练习 比如说我今天呢 我希望 就是类似这样一个范例 就是让那个使用者去输入一个成绩 那输入完之后 只要他不是输入-1的话 那他就会帮我把 输入成绩记录下来 然后只要输入-1就表示结束了 我这边试试看 那这边的话呢 我就执行这个 假设我今天要写一个程式 请输入学生成绩 第1个成绩95分 第2个成绩96分 第3个97分 然后再来96分 好了OK好 那最后呢 我已经输入完毕了 我就输入-1 -1表示我不要输入了 按Enter 这个时候呢 请你把刚刚输入的结果 推出出来 那这要怎么做 OK 所以然后这边会有一个重点 就是说 因为我输入四个成绩嘛 所以你需要有一个地方 可以放这四个成绩 有没有 那如果你假设今天是用一个变数好了 那变数你放第一个进去 如果你要再放第二个 会怎么样 会被盖掉 所以啊 如果你不希望资料被盖掉的话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不能用一个 比如说整数的变数 会被盖掉 比如说A 你放进去 那第二再放 有点像那个剪贴布一样 Ctrl-C 再Ctrl-C 下一个资料就不见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必须用到所谓的 这个串列 那串列的话呢 第一个 我们要知道几件事 如何建立一个空的串列 OK 那第二个的话呢 我要怎么样让使用者不断输入 所以不断 因为你会发现 如果要让他不断输入的话 那会有个概念 因为我根本不知道说 老师要输入几个成绩 他可能输入四个 可能输入五个 可能输入六个 但是他有一个固定的规则 就是当他输入负一的时候 就会离开 所以哦 那我们显然就不能用负违圈了 如果负违圈的话 那我怎么知道你输入几次 所以这个时候 用坏违圈 最恰当 那坏违圈怎么做比较简单 首先的话 跟大家讲 如果我今天要放一连串的资料 那这个地方 我先在这上面增加一个所谓的空的一个串列的话 那记得 如果要空串列 如果是空的文字是这样的 如果是空串列的话 记得是这样 中瓜胡 那表示说呢 我建了一个空的一个清单 就是一个串列 好,第一个 那第二个我要怎么样把资料放进去 我刚刚有提过嘛 有个很重要的方法 叫append append 的话就是说 只要是这个 这个叫score嘛 比如这个编辑叫score 我在这个score后面加一个点append的话 然后把资料放进去 它就会把我们把成绩存在这个串列里面 接下来我要思考说 那我不确定说它到底什么时候结束 所以一样 我前面跟各位讲过 我的习盖是这样 我就是先在这边加一个while email 表示说 你就一直输入吧 如果有个坏仪帽后 我前面讲过 那你一定要搭配一个叫break的东西 那break应该在哪个地方出现呢 当它是输入-1的状况 那就帮我break掉了 所以底下的话 我就是增加一个变数叫ins go 然后一样让使用者输入 请输入学生成绩 然后并且帮他转型 转型那我不确定说它是不是小数点 所以我用ego OK 那就输入了 比如说第一个成绩 95 输入之后的话放ins go 那所以底下的话你会发现 它这边呢 就是底下就是一个逻辑判断 所以其实这个架构 还蛮万用的 所以将来号 email 输入逻辑判断 那逻辑判断里面的话呢 通常会有break 什么是break 就是当它输入-1的状况 所以底下我的罗一样 如果这个ins go 假如不是-1的话 不等于-1的话 那就帮他把资料放到这个 创列里面去 那怎么放进去 我刚才讲过 就要一负 ins go 不等于-1的话 那就帮他怎么样呢 把成绩放进去 那成绩怎么放进去 第一个呢 这边有个score的一个创列 有没有 放进去的话就点append 点 后面的话你就打一个append 其实点下去它会出现第一个就是append 然后把什么东西放进去呢 就是把它输入的这个成绩叫ins go 放进去 所以它由于第一次输入95 就是把95append进来 所以特别是如果执行这一行 它本来是这样 append了之后的话 它就变成这样95 OK 然后再来 再回来 回来之后的话再输入96 所以96呢 是不是等于-1 不是嘛 不等于-1嘛 对不等于-1 所以是true 被执行这边 然后96放进来之后 这个圣列它就变成这样 95 斗点 斗点 96 后中瓜糊 那依实类推啦 再97 再96 OK 然后就一个中瓜糊里面就放 4个乘7 然后最后一样是中瓜糊 所以最后如果把这个scope 把它print出来的话 那你可以看到最后的结果 就是这样子 最后把它-1嘛 那-1的话呢 因为它已经是不等于-1 不等于-1吗 OK 是喔 所以 所以执行这个else 就black掉了 就离开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好了 这里面的话比较重要的是如何建立一个空的字串 如何把资料放进去这件事情 请各位试一下 当然如果假如我们可以输入成绩吧 接下来下一件事情 那就可以拿来做计算 所以底下也许我们可以再做 第二个动作 计算什么呢 计算它的 平均成绩 跟总分 还有 到底输入几个人 OK 所以底下如果假如希望显示出什么 显示出它的 总共有几个学生 总分是几分 平均是 多少分数 并且取到小数点的第二位的话 那我后面 假如有这个需求 有三个需求 几个学生 总分几分 平均几分 而且平均要取到小数点的 第二位 那我该怎么去改这个程式 请各位试试看 那刚刚这个程式 云端跟讲义里面也有第五个单元 在云端白板 上面的第二页的地方 其实程式不多 其实最关键的地方 就是如何建一个空的 串列 如何把资料 放进去 OK 这个其实是还蛮重要的 因为如果你假设 不会用串列 都真的 那很多东西没办法做 你如果假设四个成绩 放在 一个变数里面 那永远都只会留下最后那个 那其他怎么办 OK 所以 没有创业 真的不知道怎么写后面的程式 那另外还有就是 你的资料可能来自于资料库 来自于档案 来自于云端 来自于外部 来自于其他什么ERP系统等等的 那丢给你也是一连串的东西 不可能说只有丢一个东西给你 那你要怎么样把它 放到 这个Python里面做一些 这个处理 那理论上 最常用到的 还是用到串列 OK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最好是可以把这个程式稍微打过一遍